賴清德昨天去裁場到了侯友宜的主場新北造勢 而這個場子實在太熱鬧了 因為呢這該看到的人都看到了 平常常常不見的人也看到了 包含了蘇貞昌 我剛剛在開頭的時候我就說 我以為看到是他的瓜天啊 是因為第一個他那個當行政院長拿出了撞球桿 也跟著他一起回到新北了 撞球桿出場以外 他也是一個個人的政績展現 我們等一下有一張圖 我會把這個他蘇貞昌特別他講的地方的highlight 通通都列出來 像是他也講我擋下了非洲豬瘟啊 我們都是護國者聯盟啊 又或者他還講了他的政績 衛星上太空 他連這個都提了你知道嗎 我今天看到那張圖片的時候 我有多驚訝 我想說哇 來來來這邊這邊 我今天故意截這一張 我想說天啊 藍白還在內子宮 藍白核還在內子宮 民進黨已經上太空了耶 他們已經可以在這個造勢場合講這些東西了 而另外我剛剛提到的 來他講他的政績的部分 黨下非洲豬瘟守住千億產值 為什麼我要截這張圖 因為我看他下面有塞了一行他的抱怨嗎 嗯 下面寫 首提行李百分之百檢查 媒體罵我豬腦 就是這一段 我不知道這個部分是他自己後面在補上的 然後沒有讓這些小編審核過嗎 還是怎麼樣 然後當然一定要有熟悉的 我們都是護國者聯盟都來了 這是一場他的政績展現 賴清德的造勢大會 已經可以這麼垃圾時間了嗎 其實可以看到就是蘇貞昌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 然後他對於過去大家給他的評價 以及社會上面對他的不認同 他就是呢 不肯認 不肯承認 所以要藉由不同的場合 例如賴清德的造勢 就是再去幫自己再多說幾句話 但是完全不管不顧 這幾年來蘇貞昌做行政院長 期間的這種霸道蠻橫的感覺 然後讓大家的不滿 所以民眾對蘇貞昌的不滿是確實的 從民調上可以看到 或者是說從2022年的選舉結果 都可以看到 民眾對於民進黨的執政是不滿意的 可他卻藉由說現在因為在野陣營的 這個力量比較分散的關係 賴清德呈現一個若領先的情形 然後去把他解讀為說 那其實也是不是代表說 我蘇貞昌過去做很好 沒有耶 你真的是想太多了 並不是因為你的關係 所以我認為這個蘇貞昌 他們還有包含林佳龍也跑出來 那林佳龍你看 他當時說要選台北 後來跑到新北 又一直還是其實心心念念的 是台北常常講成台北 那現在呢 侯友宜要選總統 他要跳出來開始罵侯友宜 可是呢 你選完以後到目前為止 你在新北有持續有任何的貢獻嗎 其實都沒有嘛 人就已經沒有看到 都離開了嘛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民進黨現在他們真的覺得 已經是一個垃圾時間 可以讓一些沒有意義的人 在台上說一些垃圾話 所以這個我覺得 沒有意義啊 蘇貞昌出那個書 那又寫了這些東西 講了這些東西 那會讓大家覺得 民進黨過去執政真的很好嗎 沒有嘛 你可以看到六成的民眾還是希望說 能夠下架民進黨嘛 只是說大家的喜歡跟選擇 對象不同而已 並不代表你做很好好嘛 所以我覺得最近 這個民進黨他們的情況就是 賴清德變得比較緊張 因為賴清德在各項民調當中呢 其實都有下滑的傾向 可是呢 他們其他的一些 綠營裡面的牛鬼蛇神 全部都跑出來了 就藉由現在 目前賴清德看起來 領先的狀況 然後開始呢 去講一些543 然後意圖讓大家去洗大家的腦 跟洗大家的記憶 讓大家誤以為說 過去是很美好的 一切都是一場誤會 沒有我們從來就沒有誤會 你們真的做很爛 除了蘇貞昌之外呢 還有一個人叫做 愁眉苦臉的陳時中 最近也相當的活躍 他還出來講說什麼 這個 他還點評藍白盒 對藍白盒 你們要分賬也要分好看一點 不是啊 我又不像你是高端業務員 不是他要選也選好看一點啊 我也想問這一句 對嘛 你過去那所謂 什麼叫做分賬 至少要分好看一點 你的意思是說 那你其實認同分賬 只是你認為說 藍白這樣分不好看 那但是你本身 你對分賬是就很有想法的 很有見解的 然後呢 那過去請問民進黨 在包含國營事業裡面 是不是都是在分賬 是嘛 那你過去陳時中 那在 這些阻擋疫苗也好 或者是快篩小吃店 高登小吃店 那請問這算不算是分賬 那你沒有辦法回答出來嘛 所以陳時中就一直希望說 可以透過賴清德的勝選 幫他自己過去平反 認為只要陳時中勝選了 是不是過去 即使自己是落選的情況 都可以認為說 你還我一個公道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 我必須要告訴 包含所有的台北市民朋友 2022年我們共同做了一個選擇 就是陳時中超爛 絕不能讓他當市長 那2024年如果賴清德當選了 那其實陳時中 他們就會拿這個作為一個理由 說其實我當時做得很好 那只是當時大家誤會我們了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大家就理解了 那從來都不是這樣 疫情期間他的痛苦都是真的 所以在民進黨很多牛鬼蛇神 認為已經在垃圾時間的時候 就開始在台上說這些垃圾話 那所以我覺得大家要看清楚 這個事情的本質跟真相 那集中力量起來 還是希望讓政黨輪替國會國伴 對你看連這麼重要的圖卡 然後他是身為梗圖行政院長 他都可以把他的抱怨都寫上去 你就知道他真的是善用所有的機會 他不覺得這個機會是屬於 這個賴清德的造勢大會 感謝一些觀眾朋友的抖內 感謝胖翻鼠的抖內說 衛星上太空 只想送給蘇院長一個字 空 感謝劉的抖內說 國民黨主軸要下架貪腐的民進黨 柯文哲想要的只有下架新潮流 這中間誰有辦法好好的儲弊 很明顯了吧 感謝JC的抖內說 他認為侯友宜自己要加油 必須勇敢的擁抱國民黨的價值 勇敢的說出 九二共識帶來和平 ECFA帶來經濟利益 啟用核四 核一到核三除一才有穩定的用電 執行死刑來安定民心 感謝CYC的抖內說 侯維政可以談 柯維政免談 藍牌不合也很好 大選輸贏 他不在意 勉強核後患會無窮的 他認為總統的人格特質太重要了 所以必須堅持 但漢廷我們剛剛講到了林佳龍 在選完之後 其實他在選的期間 就已經可以看得出新人意 根本不care 新北市民怎麼樣 但在這段期間 剛剛巧新也說了 選完之後他也沒有再來新北 多去關注或些什麼 因為他就入府了嘛 那現在他又跑回來了新北廠 然後來罵侯友宜 他更用了前段時間已經過時的結婚說 再來繼續講 說侯友宜拿了去年選舉的 3000多萬元的選舉補助款 叫做聘金 但是卻放棄了新北市民 要去追更碎的對象 他更講說呢 你看喔 這個像相親一樣 拿了拼金 放棄新北市民 那他還幫他站台的時候 繼續喔 在我們新北市府就直接 啪啪反臉 反打回去 就告訴他說 林佳龍你選舉不來 選舉才來 平常都不熟 不熟還要裝熟 你要多來新北走走 那我們就不禁想到 當初林佳龍自己的第一志願 可是台北市 台北市是不是才是 林佳龍心中那個 熊碎的狼 喊停 打選舉補助款很無聊 林佳龍自己也有拿選舉補助款 對 那他自己高升了 所以他在罵自己吧 他在罵自己 那陳時中也有拿選舉補助款 那請問他現在這個 也有繼續在台北市服務嗎 沒有啊 那民進黨每一個選輸的人也都 基本上他的得票 應該都有拿到 選舉補助款 那請問這些人 都有繼續留在當地服務嗎 請問這些人 全數都把這些錢 全部拿去做公益嗎 所以要攻擊這個點 林佳龍不僅是自打嘴巴 而且是打到民進黨 全黨所有候選人啊 真的是你確定要打這一題嗎 好 那麼再來回到蘇貞昌 我覺得民進黨也是身體力行 在展現我們對待 失智症患者的一個療程 不是說蘇貞昌 我是說我們對待一些這個 能夠把大型的造勢舞台 變得像長照機構 我覺得這是相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就比如說呢 這個蘇貞昌說他擋下非洲豬瘟 結果民進黨開放萊豬 你覺得這一得一失之間 老百姓到最後真的有好到哪裡去嗎 那你最後這個所謂 你擋了非洲豬瘟 這個人家 可能在包包裡面塞了一個包子 對吧 重罰20萬 可是呢像現在 美國豬肉莫名其妙的來了 然後呢這個到底他是變成羊肉在賣 還是變成台灣豬在賣 還是變成加拿大豬在賣 台灣完全不去查 然後呢也查不到 都是藍營的地方縣市 積極查核之後 才發現有這件事情 我們甚至懷疑 這根本就是美國施壓 所以民進黨要求業者配合幹嘛 進口美國豬肉來 然後欺瞞民眾 謊騙民眾 這個都是台灣豬吃下去 所以哪裡有守護人民的健康呢 第二他說我們是護國者聯盟 先不論他定義的道理 是台灣國還是中華民國 就想請問 在民進黨執政時期 海峽中線都丟了啦 你護國護個鬼啦 對吧 那所有的這些軍事的演習 然後導彈從空中飛過 你蘇貞昌那個時候 你拿掃把出來有用嗎 沒有用啊 在前列 在賠洛西當時情況最嚴峻的時候 當時大家都還緊張 然後呢 美國的雷根號就跑了之後 當時第一時間民進黨說什麼 蔡英文說 這個我們也是要尋求一下對話的空間啦 記不記得 他就是求饒啊 蘇貞昌怎麼沒有在第一時間勇敢站出來 大力抨擊 然後大力說我們反擊回去 導彈也要從大陸上空飛過 沒有啊 為什麼 就撈腫嘛 因為美國都跑啦 美國都跑了 你還在這邊叫什麼叫呢 那再來第三個 衛星上太空 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說他自己的腦袋 那再來一個 這個當然啦 他舉出來的是客觀事實 可是這個客觀事實 對台灣人有什麼幫助呢 沒有幫助啊 台灣人難道真的在意 所謂的衛星有沒有上太空的這件事情嗎 多少去在意說 那裡面所謂的 那所謂的 也不全部都是Made in Taiwan 對吧 他也是跟一些國外的廠商 我們呢只佔其中裡面的 對我們把他的那個背板 直接念一下好不好 2019年蘇貞昌在任隔魁之後呢 他簽署了第一份的公文 投入了251億 然後進行了第三波的 太空科技發展長城計畫 然後在今年的10月9號不久前 我們的呢 第一個自製的氣象衛星就升空了 所以我在裡面 我只看到251億 是我覺得比較痛感的 251億 然後現在發了一個氣象衛星 成功了 成功 讚 好厲害 看背板就是很厲害 念一下 莎莎很聰明 就念了一下實際狀況 叫做我們花了250億 然後發了一顆氣象衛星 這有厲害在哪裡嗎 當然啦就是我們還是有 找一些很多國外的團隊啦 那當然我們裡面 還是有用一些台灣的器材啦 台灣的材料啊 台灣的廠商啦 好 跟長城計畫 就目前也是影子都沒有 而且實際上 這並不是老百姓最關心的事情嘛 你的這250億怎麼不去 當然啦就是預算 都是分門別類的 但理論上經費應該要花在 最有效率的事情上面 你為什麼不真正落實 所謂的0到6歲國家養呢 為什麼不拿去蓋社會住宅 擴大租金補貼 課增囤房稅等等 有太多應該要去做的事情 當現況底下 在通膨不斷的高升 物價不斷的上漲 而人民的實質所得 薪資倒退的時候 大家比較希望你這250億 能夠用在振興經濟 或者是投資經濟上面 而不是花在虛無飄渺的地方 當然不是說發展太空不重要 而是在現況底下 有更重要的事情等著你去做 更何況那些東西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實際的顯著成果 大概就跟高端疫苗 有差不多的成果吧 我沒有說他沒成果 他成果大概就跟高端疫苗 一樣的有成果 所以真的覺得 蘇貞昌這次出來 或者講這些話 或者像是林佳龍出來講這些話 應該是在幫他們自己敗選票吧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7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益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技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 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甚麼好咬 多富堡 老獄 卡 老獄 個 大 新 老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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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獄